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高先生反映 他在去年8月通过非官方渠道的代理商 花2650块钱 办理了一个权益专属任性用加油包 每月20G流量 超过后限速不限量 今年2月24号 他的手机号停机了 当时欠费70.48元 几天后欠费一下子变成了59000多块钱 因为我知道我里面有个牛腔包 不可能清费的 然后我就去打电话给客服 客服告诉我 他说我这个有一个权益流量报私销了 从高先生提供的手机截图看 加油包要2029年12月底到期 还有差不多8年 怎么突然取消了呢 4月15号 高先生到杭州萧山一家联通营业厅 业务员查询后表示 高先生的手机号没有任何流量套餐 高先生在2月份使用流量约232G 要按每兆0.27元收取 总共5万多块钱 因为高先生没去缴费 每天还在产生违约金 问题是我这边看不到他有这个流量包 我不能随便解释 后来他给我们处理方案 说30块钱一个G给我 就是说折合 都是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现在让我赔600块钱 高先生和那个所谓的代理商 无法取得联系 他也不接受联通的方案 第二天高先生找到了中国联通杭州市分公司 客服部审主管确认 这个流量包曾经存在过 他的这个事情的案件 肯定是比较复杂的 这个事情 可能要去整体的要去查 具体是什么原因 这个项目咱们从后台不能查出来吗 陈玉专属认 这个产品您现在既然有这个东西 说明首先肯定应该当时 肯定是有过的 至少曾经是有过的 现在高先生找到了那个 所谓代理商的微信 对方没有接听语音电话 通过文字 对方承认给高先生办理的业务 到2029年到期 对方还表示 欠费600块钱就自然停机了 怎么会欠费5万多呢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们官方没有授权 在外面可以随时可以办得到 是不是 你要给公众一个解释 对不对 经理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咱们的人工客服电话 是不是很难打 我们昨天打了半个多钟头 也没打通 我打了两个小时打通的 就是后来打通的 因为他这个是轮班的嘛 然后他有可能吃饭的时候 但我其他时间倒也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我也记录一下反馈一下 高先生属于如意同用户 花费到0元以下是半停机状态 只能接听 另外联通还有流量封顶机制 流量欠费满600元会自动停机 怎么会欠将近6万呢 后来中国联通杭州市分公司市场部的 一位王经理联系上记者 表示此事涉及非法行为 他们在2月份已经报案 针对高先生欠费的情况 双方可以继续协商 邀宝黄剑记者报道